民众采买食品最常看的包装资讯就是有效日期 但最怕翻来覆去找不到 为了改善食品有效日期的辨识度 卫生局调查市售食品有效日期呈现方式 归纳出字体放大、展示面呈现、颜色与背景对比、干净标示等四大面向 辅导业者进行优化 只要同时符合两种以上效期呈现方式 民众就可以快速获取有效日期资讯 我们在今年就是上半年的时候呢 我们就有针对于市售的一些食品有去做一些勘察 那么也发现到说很多民众在选择食品的时候 其实都很重视有效日期的一个标示 可是我们常常找不到有效日期标示在哪里 不然就是字迹太小或者是说可能不好寻找的一个情形 所以我们在今年年初呢 我们就订定了一个食品有效日期友善标示的一个辅导计划 那我们也邀请了相关的一个食品业者 我们也听取他们的一些意见 所以说呢我们在上半年就开始辅导 那我们呢就设计出了就是说要让民众便于寻找 快速寻找的一个方式就是字体放大 然后展示面展示还有有效日期的那个标示的颜色跟那个背景是对比的 然后再过来呢就是一个干净标示 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让民众再快速去做一个寻找 所以我们呢就想说如果能够符合上面四个的其中两个的话呢 就可以帮助民众快速找到有效日期 所以呢能够达到以上两个呢就是我们辅导的一个重点 除了让消费者更容易去做一个产品的选择之外 其实也有助于我们的一些 比如说像一些卖场的一个管理员 他在做一个货架的管理 还是说我们的餐厅工厂甚至于像医院长召机构的相应的管理人员 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去避免食材的预期 这次共有14家业者自愿加入效期友善标示行列 并提供59件效期友善标示产品 透过食品效期视觉友善标示方式 民众不用再花费更多时间找寻效期资讯 就举例我们这一包弯口碎面的产品 我们第一步呢就是将我们的效期放大到三门门 而且我们是设计了一个效期框 明显的效期框 让消费者可以一目了然的就直接看到这个产品 接下来呢我们针对这个产品的特色 我们透过在包装上的一个优化文字的排版 跟图示的呈现 那也通过一个简单的色调的诉求 让消费者可以在短时间内就直接获取到 我们这包产品的产品特色 我们所专注的是特殊药食品 在台湾的全台的医院 还有长照院所都用的非常非常多 那其实它本身就有不同的卡数 所以假设长者一餐我要吃比较多高热量 我要吃到高蛋白 我要如何分辨我一包跟第二包不一样 所以通常我们看到的是 从颜色上的区隔 使用者可以很明确知道 其实产品的包装不是只要漂亮 而是要看得清楚 那看得清楚非常重要 所以其实我们很早就觉得好 与其包装漂漂亮亮 还不如让大家知道 它在吃什么东西 OK所以除了包装标示之外 我们在成分上 我们也都不添加 我们自己不吃的材料 我们不吃的原料 这个是我们品牌创办的初衷 卫生局表示 除了经济食品业者 有效管理制造或贩售场所内的 食材与商品品质 也期待更多食品业者 站在消费者立场 设计有效日期呈现方式 打造安心选购的环境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导